Ruby Recommend 2018 我是来自KK的Carol 首先我在这里要谢谢我们的公司Return Legacy 谢谢我们的传承学院有这么好的系统副职教学 再来我要谢谢我们亲爱的校长 也要谢谢我的上线Rechelle 因为你们的栽培让我今天有机会站在这里和大家分享我的小小见证 我是打工一族 每个月就是领着一份固定的薪水 年尾除了有花红 然后公司还会把一整年所赚取的盈利分我红利 所以这样的生活对我来说还算蛮不错了 但是早在两年前我们国家经济不景气 然后政治局势的动荡 这对我们这行建筑业来说是一场非常大的冲击 所以我开始明白到一个现象 好像我要吃一口饭需要很多方面的人给我点头 我才可以换来吃 怎么说呢 我们的公开了因为谋学原因 然后被逼停工就卡着 然后不上不下 再来就是工作完了 钱收不到 还有一种现象呢 天气的问题 工人的问题 材料的账价 这些种种的原因 可悲的就是我一直都处在一个被动式的立场 因为这些情况是我完全做不到控制的 于是我开始意识到经济的危机 我开始对我的前面道路没有保障 所以我决定我要找一份副业 我要重新认真的规划我的人生 就在一次机会之下 我遇到Richard 她介绍我Return Legacy 当然在我服用产品过后 我的健康 我的皮肤问题得到解决 于是我开始对这个公司 对产品有了一定的信心和兴趣 所以我答应她加入了RL 但是其实我的心里 其实我只是打算试试罢了 因为对我来说呢 这一行犯好像对我来说很不靠谱 因为我没有朋友 我没有人际关系 我跟人也从来不怎么样打交道 再说我的生命是一个很自卑 然后我有很多的怕 很多的不敢 所以我觉得有一点困难 但是 当我决定我要认真经营的时候 我发现原来这间公司 是一间很体贴的公司 因为在传承学院里面 有一系列的系统课程 它都能够帮助我 克服刚才我所说的那些不 然后它体贴到一个地步 就是教你怎么样人脉管理 这是我没有听过的 再来就是 我很怕要出去跟人家分享的时候 人家问我一大堆的问题 我不会答 但是在这个系统课程里面 它不单只教我怎么样经营 它还教我怎么样回答 就是说它已经早准备好了 大概人家会问些什么问题 换句话来说呢 你还没有被问到问题 它已经给你解决的方案 所以这样子对我来说 好像也很有信心 当然 当我开始经营的当中 其中有一个课程 我觉得对我的生命 有很大的影响 也有很大的帮助 那个就是黄金90天 我觉得这个课程对我来说 好像是特地为我这个 新诞生的幼苗而准备的 因为里面有一般的老师们 一般的领袖们 他们就是自愿的 然后没有薪水的 但是他们甘愿牺牲他们的时间 他们的精神 跟他们的睡眠 就是为了要帮助我们这些新加入的伙伴 就是从最基本的功课开始 就好像教你服用产品 准备工具 就是一步一步的带着我们 度处着我们 然后就是让我们能够在90天里面 掌握好基本功 然后可以独立做作业 所以我觉得这些老师的付出真的很大 我成为学员 要被教做功课 教功课 我都觉得很压力 但是他们就一直苦口婆心的 劝你不要放弃 坚持 然后吃了不要有关系 可以补教 我觉得这些领袖真的很用心 我觉得他们很伟大 我真的很感恩 是 是是 我们应该给鼓掌这些老师助教们 就这样我在里面 我觉得就好像一个家庭一样 好像长辈对孩子们的照顾和带领一样 所以我在RL里面 不单只学到如何经营这个RL 我也感觉到在里面找到一个属于我的家 有我自己的长辈 我认真经营RL 进入第十个月 我比较之前和之后的我 我发现我有很大的进步 我在RL里面 我赚到我的额外收入 就在十月的时候 我觉得是我人生里面一个很大的鼓励 我在当夜 我透过这个3K海啸 我赚到一个 十九千的月入 谢谢 这个是我在我的正月 永远不可能拿得到的月形 但是我在RL里面我赚到 再来我赚到我的健康 还有呢 我觉得有一样东西是 金钱买不到的就是 我觉得我个人的生命被提升 我从一个很灰的人 我今天我变到一个开朗 积极 乐观 还有我比较自信 所以我觉得这个RL真的是给我带来很大的帮助 给我带来很大的改变 我谢谢这间公司造就了今天的我 最后我要鼓励我们在座的家人们 还有亲戚朋友们 对于你们所要的东西 你们要勇敢地活出去 我们不要一直做着同样的东西 期待着不一样的改变 不一样的结果 你要有不一样的结果 你就要做出不一样的行动 谢谢 Ruby recommendation 2018